景美春嘉湾部落三户居民常年没有自来水可以饮用 影响到居家生活品质 为了解决民众的问题 立为武力华团队邀集的自来水公司 国有财产署还有秀林香公所 前往现场会刊寻求解决之道 嘉湾部落1779之号的三户住户 上市中原来曾请要设置自来水 迁到这里家中来饮用 但是多年来迟迟没有下文 让村民们可以说是大失所望 87年的时候我们搬来这边 都没有自来水可以使用 然后也申请了不下十次了 然后到现在都是没有一个结果 然后很多事情也是仰赖说 希望村长或者地方的代表帮忙 然后一届一届的不见了 我们后面说实在的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申请 然后都是没有下文的 到现在 当然希望是有自来水 因为有自来水以后 做什么事情都很方便 有时候 因为我们在现阶段 是用山水跟河郡的水 可是 马达安在那边会被人家窃取 会被偷掉 然后会变成 有一段时间没有水可以去使用 对一个家 没有水真的很麻烦 为了解决村民民的问题 立委乌立华团队日前来到 嘉王部落邀集的国有财产署 台湾神资贷水股份有限公司 熊江公署名政客 金美村长金志雄 前往现场会议刊 经过一个小时讨论之后 并且提出了两项结论 第一个部分 我们办公室这边 吴立华委员这边有跟水利署 做一个沟通 吴立华委员长期在咨询 水利署的时候就提到说 关于我们原住民地区 用水普及率的问题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大家很重视的议题 所以希望在像这种 针对地势比较特殊 然后用户数比较少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专案 来去做协助 来补助地方 来去处理这个自来水的工程 那这个部分 我们办公室会 就今天的这个案子 跟水利署做一个密切的沟通 来看怎么样突破 那至于说 在第二个方案 我们如果在水利署的这个方案 还需要再花一段时间的话 其实现行我们有一个 刚已经讨论出来的暂行措施 就是可以 经过透过郭游财产署的同意 让我们的民众取得这个 水管买管用地的通行权 然后以及台湾自来水公司 也愿意设置一个机动的一个水表 然后让民众可以自行拉管上来 做自来水的使用 今天从与表示 上次对于年来都是用自己的家用 加密码达 从水进吸水中抽水到家中 由于自来水公司并没有设置在自家附近有水表 所以没有自来水可以饮用 希望透过这次物理华团队的协助帮忙 能够让村民们有自来水可以饮用 来提升村民们的生活品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